罗靖被曝与女助理打情骂俏,出事了,网友有内畏了。 罗靖在电视剧《安家》里的表演非常出色,收获了大批粉丝, 而他在近日却被曝光和女助理动作暧昧的照片。 有媒体拍到罗靖做造型时伸手帮女助理整理帽子, 后和女助理说说笑笑,还摸了摸女助理的头发。 随后,网上又有人曝出罗靖之前和另一名女助理一起走机场, 之后一些媒体报道中就变成了她不像助理更像她的女朋友。 罗靖又被曝出与助理有暧昧行为, 女助理很自然地挽着罗靖的胳膊,打情骂俏。 在晚会的活动结束后, 有记者拍到了女助理挽着罗靖手臂的照片。 不仅是这样,有网友在罗靖和李一同拍照时, 就注意到,罗靖手放的位置也太不讲究了, 结婚了是不是要注意点? 当时罗靖和李一同为贺利华庭宣传时, 他们各种各样的合照, 有一张就是罗靖在拍摄的直接把手按在了李一同的腰上, 真不讲究。